诗篇117篇 第一至第二节 曼国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曼文 你们都当重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师慈爱 耶和华的盛实传道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没错 你会看到原来说到 一般人他们不懂得保守他们的心 所以他们没有果效 这种子见不出好的果子 因为原来神用这种原理和原则 就使得整个真理是良性循环 是相得益彰 为什么呢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会看到一些人他不懂得保守自己的心 可能他信仰或者他自己的自尊心 他一生当中他都是要人顺服他 顺从他 服侍他 或者人被他控制 或者尊重他的自尊心 当人们不做的时候 他们就哭 发生恨 恨 你会看到这些人是完全不保守自己的心 对不对 一个不保守自己的心的人 你想想爱的种子怎么可能在里面种出来呢 明白吗 原来神用他的话 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反省 当我们见不到这种子能够种出果效的话 是时候我们反省会不会我们的心 是根本种不出这类型的果子 一个贫穷的心怎么种出腐足的果子 一个自尸的心怎么能够种出恩典的果子 一个耶洗别的心怎么能够种出顺服的种子 你会看到其实神要我们对他的话有反应的原因 反过来都是为了祝福我们 为了使我们能够完结这一生的时候 是像一个有神的形象的人 但唯独他们没有祝福得不到他们得到的东西的人 是因为神的话根本不能够与这种心田产生共和 自私的人 懒惰的人 他又要腐足 一个猥琐的人 一个失见证的人 他又希望神高升 这些人如果还不懂得检讨 还要找人去埋怨 还要选择一个神的受高者 去将那些人推给他 那你就明白神为什么去审判这些人 不是等于这个人去回到石安 够久神就网开一面 不是因为由头到尾都已经是恩典了 但是这些人懒惰到 舍慢到 连在恩典里面他们都遭他 已经不是叫他凭他们所作的功了 但是这些人都仍然是贪得无厌 仍然是妒忌 仍然是麻冤 幸好这种的傻法 我们以前可以这样浪费我们一生这样做 但是未来一年零四个月至五个月 你就不可以再这样做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再这样做 因为由头到尾都中了撒旦的计划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经常说起不是由头到尾都为了祝福我们 现在神不是要我们去捱 神要我们去改 而说的都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伯伯给祝福我们 我们不是说以一换一 我们是以一换三十倍 六十倍一百倍 如果我们连这个标准都不做的话 那我们还怎么称为二呢 我们怎么能够说自己是对呢 这种的傻法是要改的 但是这种的改 会却会带来神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祝福 因为我们现在亲眼见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时代 就是48小时的审判 是一个大的审判 但是我想给你知道 会这个时代神的审判和祝福 是同样的级数 所以我们现在在神的同在下 石岸有神的同在 有神迹 神的恩高常在 其实你知道吗 有些我们困了48年或者24年的死角 其实可以在48小时或者24小时里面解决 无论是我们的疾病 我们的缺乏 或者我们高升的问题 其实在这么多年里面 有些很戏剧性的事件 是发生不止一次的 其实我相信 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很多时候 就是我想叫某一对夫妇存职之前的24小时 那对夫妇或者太太或者丈夫的信仰崩溃 就是之前的24小时而已 这个就是人中的什么是收的什么 因为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年份 都应该存职了 按照教会需要有需要的人手 应该轮到他们的 因为他们回了很多年 但我说的是之前的24小时 原因我们已经踏进去 24小时 48小时的审判 和祝福里面 如果我们要尋求神 就是现在 因为我相信你都知道 神是真的 但既然是真的 你又知道他要什么 为什么还不立心 就开始走这条天路呢 诗篇117篇 第一至第二节 曼国呀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曼文呀 你们都当众赞他 人太向我还大师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传都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